Hello 大家好我是柯露一 今天柯露一就是要來進行過年 過年前的換土換盆 我們在過年這段期間很悠哉的 可以幫我們一些平時疏於管理的 植物玫瑰進行換土換盆 那一樣柯露一這次使用的一個配方 大概就是這些影片都有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次略為有一點不同的是 我的椰鮮成分有稍微降低 然後提高的是陽明山土的成分 那一樣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在使用這個有機肥的部分 要自己斟酌不要避免肥傷 OK 那這次我使用的成分是泥碳土居多 那再來是陽明山土 那其實 我像我們一般使用的花盆 我之前是用了這種透明盆 那有一些花友會說 好像有一些文獻報道說 他盡量不要用透明盆 那其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有可能是在 冬天其實 都蠻安全的 我目前使用上我還是覺得力大於必 因為 你看像他這種根系已經長出來的話 或者是說你土 土已經乾掉的話 你都可以 藉由這樣去看到你的盆子 裡面的狀態 所以我個人目前覺得 用透明盆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是夏天的話 我應該 還是會把它換成不透明的盆子 OK 現在 克魯伊 為了節省時間 已經有把這個土先調好 這次的 土的 偏重是 比較偏向泥碳土 還有這個 珍珠鹽 另外還有火山鹽 以及 蚯蚓糞土 這個 看起來 就是你要把它攪拌均勻 那如果 有一些結塊部分 有空的話 可以幫他 就是 幫他稍微捏碎 那其實呢 沒有捏碎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 那我有加一些 發泡煉石在裡面 發泡煉石的話 不要放太大顆 好 這次用的發泡煉石 大小顆都有 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那我們當然要準備的就是我們的 盆子 還有這個 要換的花盆 平時屬於照顧的 有哪些 你看像我 一直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最近就是要幫他換土換盆 就是這一位 這是 克魯伊 克魯伊真的是放在 三樓 旁邊有長青苔的 還有那個 這個 一定長不好 絕對長不好 因為其實克魯伊之前有另外 一個也很像是誰 鹽之扣 也是放在比較邊緣的位置 然後 像你看他這種 都在搶他的養分 然後越出於久沒換土的話 這種 再怎樣 也是 活不好 所以這次要幫他進行換土換盆 那像這種他們就是已經看到根系了 這個的部分是故意 故意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 其實透明盆真的還好啦 在冬天使用真的還好沒有問題啦 但是夏天如果你們擔心的話 還是可以把他換成不透明盆 當然都 長的長勢都很好啊 OK的 那 接下來是 這個也都是因為 我覺得 這個是 從那個花光光玫瑰過來的 看一下 這個根系也都 長出來了 白根 有沒有 所以 其實克魯伊配土是還不錯的啦 就是 來沒多久就已經 有這個表現了喔 那這一盆是誰 這是東東玫瑰圓的 玫瑰 瑪莉吧 那個什麼 什麼瑪莉啊 看一下 幫他看一下花牌 這個叫什麼 梅花瑪莉 這一盆好像也是比較算是比較新的品種喔 如果有開的話 克魯伊再 跟大家 好這上次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看蘇魚館裡都有一些雜草的部分嘛 這個 想當人耳是長不好啦 那 換圖換盆之後呢 之後克魯伊再來 為大家 就是 解說一下看 改了之後 有沒有變好的跡象喔 這些都是 那 所以我說 你看像克魯伊 種這麼多就是有這個壞處就是這樣 你種那麼多 疏於照顧嘛 所以 會盡量走向精緻化啦 其實老何老師也一直在跟我講說我種太多 那像這個也是你看 你看 這個都是 你沒換圖換盆 他就一直侷限在這樣的發展 這跟人一樣 你知道嗎 不要侷限在一個地方 太久 其實來講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季節換盆的話 一個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不要 不要撿 還不要撿 克魯伊 都是使用老何方式 所以我是也是跟他一樣的 模式是在 2月份才會進行修剪 那 換土換盆是沒有關係的 好 先把你的這個花卉都整理一下 其實你看像這種你酒莓處理 對不對 酒莓處理其實 他根系又長出來了 你要幫他整理一下 再 再優秀的品種 我們他這樣子被糾纏住 也活不好啊 那這一株就是 明顯比較 稍微不健康一點 玫瑰 鑰匙也很難啊 你看他 鑰匙很難啊 你看這樣糾纏住了 都還能活 所以你說 給他水分 養分 放在很旁邊的位置 都不會死啊 所以 玫瑰要縱死 我後面是 蠻 深的一個感受是 會死真的是因為 肥死 肥死 枯死 知道嗎 的機率高很多啊 大家不要 就是 不要有一些 太認真的 其他的考量 OK 那我都會把他 進行 先進行 一下 這個 可以撥土 不要洗根 可以 可以洗根是可以洗根 但我覺得 意義不大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 那就是 讓他的 植物生長力 恢復 的最好方式 就是換土換盆 再來 在 春天之際呢 給水龍匪 按 一週兩次 之前的筆記本有教大家 自己 去看一下 看 爭取自己 比較適合的方式 那這種已經 你看他 被別的 根系 纏繞住了 知道我長得好才有鬼啊 你知道嗎 好 把它那麼光了 我們再來看他 之後不知道 適時適活 我再跟你講 那 接下來我已經準備好盆子了 那這一次呢 使用方式啊 跟上次 有些許不同 就是因為呢 老兒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跟我講 我的 那個 下面不是都會用發泡煉石嗎 他會覺得說其實不需要 因為 你 你根系能往下 多個0.5公分 也對根系是有幫助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是直接用這個 土呢 放進去就可以 一樣 最有 有的話 有 多一點空間都是好的 所以你就放進去之後呢 直接 不洗根 這個時間點你要撥不撥閃都無所謂啦 因為這個時間 不太會有 什麼受損的問題 忍得要死 OK 壓平之後 有壓平喔 之前有人說我壓平沒有 沒有示範 壓平 誰啊你就是壓平啊 壓平 OK嗎 等一下膠水 壓水 搭搭 搭搭 接起來 很快出來 所以有一個手套 對不對 不錯啦 手套不限啊 不要刺到自己就行了 這個是 稍微 有點 下手有點狠 再來看看啊 你看那種之前沒有掉掉牌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開出來可能就知道了 開花開出來 壓平 好 好這 這個模式有點類似 那我就 不 強家的 做掩飾 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這個 他這個是果汁洋台 那像這種 就是你可以怎樣你先把這個 旁邊的先剪掉 不先剪掉 從中做 做中學 上次不是有一次示範 沒有先剪掉 很難拖啊 那 我們避免自己的困擾 先看這樣是不是 好拖多了 哇 完美 OK 那像這一種呢 因為他實在 土太多了 在整理的時候 可以稍微剝一點掉 土可以剝一點掉 這 這顆其實來很久了 所以人家講你不換盆換土 會 越活越回去 就是 長勢太強了 他下面根都滿了 然後整個滿盆 滿根之後 你沒有處理他的 他會越 越來越維靡 所以 此時呢 你要幫他換土換盆 就算你的盆子呢 不要這麼大 你也要幫他 土撥掉 撥掉之後呢 夾土 不住自中嘛 那 就這樣子 調整 然後把媽媽用花花 讓他長大 嗯 沒錯 讓他長大 那我呢 接下來呢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要換 但是 我覺得時間有限的關係呢 就是直接 把剛才這幾盆換過的呢 進行 示範就可以 那接下來呢 你就用一個雨淋的模式 有沒有比較溫柔的這種水 直接搬它焦透就行 其實這個土啊 可以再少一點無所謂 像這樣是有時候會有點浪費它的土 土有沒有 焦透 就是看 之前這個影片 裡面的這個模式 這樣才算是有焦透 那克魯有講過 克魯一計算 大概 每盆你至少要給它 一到兩分鐘 它才會焦透 克魯一的 一個 養護模式 是 比較偏向水 比較多的模式在養 所以我土的 戒之土的選用 也是透水性會比較高 的方式在養 那當然 假設 你很少在焦水 你的配方 自然不可能是像我這樣子的 模式 你可能要稍微 保水性比較高的 土去使用 譬如 泥沙 泥沙 它 抓水力比較夠 然後呢 它比較 不容易 乾 所以在 挑選土的方面 大家要針對自己 養護的模式 自己也去做不一樣的修整 改變 其實像這樣就是已經焦透了 那 可以濕一點沒關係 因為克魯一有講過 克魯一的土是比較偏 保水 就是 比較容易 乾的 那你像你 你這樣子 大概 有沒有 沒有 不到15秒 我來示範 他不到15秒就透下去了 這個跟土跟盆有關係 那我在養花是用控跟盆 那 材質上就是用塑膠 那經過 我養了一輪下來 我覺得 沒有多大問題 如果你是照我這種 方式 養護的話 沒有多大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 在 春天啊 夏天啊 的時候 的一些 水龍肥啊 農藥啊 的管控是 非常的重要 OK 那可以參照一下我的那個 玫瑰種植筆記 那現在呢 大概 我會在過年期間呢 盡可能的把花園啊 做一個 整理啊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